各位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自然選擇的概念 當年答對這條題目只有16% 16%相對來說,會考可能是錢 但答對這條題目只有16%,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和合讀自然選擇時,理解是不足的 所以這裏我要講解一下 自然選擇是作用於生物體的表現形 所以在課程中,讀例如斑點鵝、長頸鹿、抗生素等 全部都是表現形 其實表現形背後是甚麼呢? 表現形背後是基因形的 基因形而表達的表現形 其實去到後期,西是西基因形的 但如果用達爾文講的自然選擇概念 西是西的表現形 不是西的基因形 不是西的基因形 但最終去到後期,其實是基因形 才有那個變形 所以其實自然選擇,記住 不是西的基因形 但以文講的自然選擇是 用眼睛觀察到的表現形 而第二件事 究竟是否透過某個生物體的生境 又或者它的後代作用在這個生物體 就不關於後代的事 其實現今這個世代沒有後代的情況 都仍在自然選擇 而是否靠生境 你試想想一下那群長頸鹿 那群長頸鹿 其實當達爾文那套進化和他解釋 第一句句子就是 那群長頸鹿的總群裏 有遺傳的變異和已突變 然後能夠在環境裏 能夠吃到樹葉的長頸鹿才能夠生存到 吃不到高生樹的樹葉的長頸鹿就會死亡 所以這件事就是 幫助大家溫溫意藥三強的概念 怎樣去寫呢 看回相應的片段 幫助大家溫溫意藥三強的概念 但當中不是靠生境去自然選擇 而是靠生物體的表現形 例如長頸鹿 有部份的長頸鹿因為遺傳的變異和易突變 所以有些長頸鹿是長頸 有些長頸鹿是短頸的 是針對表現形 而不是針對身形去說 所以這16%答對的同學 其實就是理解自然選擇 在自然選擇中掌握得很好 所以都希望你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能夠掌握到這方面的技巧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幫到大家所理解自然選擇的概念 拜拜